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花了半年的时间要 我们在这边睡 替客家人争一口气 陈建成专注发明 因此废寝旺时 他手里拿的是行动阅读灯 说穿了就是把灯带着走 这间黑漆漆的小密室叫做暗房 用来测试LED灯亮度 做完以后电池放进去了以后 我们先开到完整亮度 然后把它移到我们这个暗房 这个暗箱里面去 这个表示说 我们在看书的这个面积范围 它的标准的照度亮度 电子系毕业的陈建成 把所学的派上用场 至于阅读灯的外观 则是彩绘客家油桶花 现在我们叫做打底 打底完了以后 待会我们要点就是彩绘 一支阅读灯全程手工制作 尽管再繁琐也要坚持品质 看似内行人 其实陈建成的本行是卖参考书籍 四年前才转型 那个时候 应该算是民国95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稍微的警惕到我们自己 可能在未来台湾剩下的产业 也不过是文化事业了 我如果把文化事业都丢了 那台湾的产业 我相信也就没了 陈建成翻开笔记本 指着最初的构想 半年来不断修正 总算有结果 这支灯放在书本旁照亮 或者吸附在白板上 还申请专利 甚至赢得产品设计奖 当初一个念头栽进去 陈建成砸下了上百万 从没后悔过 是客家人应景精神 支持他走下去 他可以代表我们客家的精神 为什么 因为我是客家人 我的镜子很硬 叫做硬镜 把光亮带着走 小小发想 半年实现 陈建成以客家坚毅圆梦 当暗房里油桐花发光 也点亮了我的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